JJ02主體 JJ02A 鞋合式 它這次取名字也真的是 沒有什麼太多創意 很大一盒 真的很大一盒 我們剛剛把玩神器 很奇怪的對比比例 把玩神器 很大一盒 然後箱子也是受損的比較嚴重的 整體來說 大概沒什麼 不是我不拿起來 空間容納不下 可以看到核體零件應該都在這盒裡面 手啊 腳啊 什麼的 這一款應該是目前看 所有裡面改動幅度比較大的 看當初的官圖出來 開到第五箱了 我來期待一下所有說明書會在這裡面 就好看 剛剛看官圖出來 它當初其實很多地方 好像是把那種 批出的那種套進的那個形 直接修改到這隻身上 打開DM看起來 還印象不錯 乾乾淨淨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 至少像現在那種 會浮起來的貼紙 有沒有 包裝也跟其他幾隻比較不一樣 這個地方都做了一些那種 電位的錄定 很重 就是很重 有多重嗎 嗯... 我有秤啊 那是 我有那個電子秤 那是藍藍藍藍藍在秤 手感不錯 很重 新看本體 柯鐵的零件到時候再來說 腦海裡又浮現出那句 丟到旁邊去是怎樣 我明明就不是很喜歡那些影片 呵呵呵 欸有厚度喔 中間有條線 這個是 應該是可以拆開 不錯耶 不然 這個 沒辦法齁 一個人 不是吧 手就直接這樣子齁 我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收納位 胸甲這個零件的造型 這個跟原本官方就很不一樣了 這隻手 好 卡索 我這翅膀分滿多件的 前面 先有個卡索 小心一點 你看 嗚呼 還慘 這隻手 這隻手就 是我太激動嗎 台語都出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原本他是這樣子沒錯嘛 所以這隻手就真的是給我這樣露在外面 啊 口秀口秀 就覺得 最討厭這種變形 變形就是手在外面 電影天王星人 VG那個時候 雖然說兩隻爪子在後面 至少不會讓你第一時間覺得那是手啊 對不對 這個就真的覺得像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很恐怖的屍體有沒有 沒有頭沒有條 然後兩隻手過來這裡 然後背著VG來飛機 可惜耶 難得飛機坐這麼漂亮 塗裝還是很漂亮 如果那種小窗戶還可以塗黑 會比較好看嗎 雖然我有面積恐懼症 不要酸 然後唯一一款駕駛艙比較不會嫌到的 就是因為可能面積小吧 協和式 很重 很沉 很沉 比官方目前來說 任何一隻L級都還要沉 看一下看一下還有什麼 起落架 一體成型 這什麼燈嗎 實在告訴我的手機到底要怎麼對焦 抱歉齁 讓大家眼睛這麼辛苦 很紮實 很紮實一隻 這麼大一隻 要錄也是不簡單 好來看看怎麼變形吧 變成人形 很辛苦是一定要一直盯著那個 螢幕裡面看 不然 什麼時候 變到自己都出鏡了都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動作對眼睛的負擔蠻大的 先把一些 可以挑鬆的地方挑鬆 再直接轉了 好那就轉過來吧 轉過來吧 轉過來吧 第一步 就跟 合體戰爭那隻完全不一樣 是說這一隻 欸欸 大哥 破梗 是說這隻的名字真的是 翻錯中文 那是意外的難聽啊 銀劍 這個名字曾經有一度 讓我在那個經典 就是他們出經典時代那 雖然那隻膜也沒有說很漂亮 不過我說真的 那時候我站在大賣場 真的是因為這個藝名 這個翻譯的名字我買不下去 歷代以來的銀劍 好像都是一隻飛機下面 背著一個超級厚的人形 然後所以我就很 剛收沒有很久 我就覺得說 欸 這變形應該就是要複雜啊對不對 就是要有一些那種 你看 一個人背在下面那算什麼 我就不太愛買那一種 啊 好啦 有時候有了 剛才螺絲孔可以鎖在這個 算什麼正面嗎 至少這邊還有一面是好耶 那那那那那那 應該接下來套路就跟原本的差不多吧 胸口 胸口怎麼這麼小 我看看 我看看 這裡這裡這裡 腳 這個如果真的有人想要看我的視頻 然後去看怎麼騙人 大概想不得 塑膠摩擦什麼 這什麼 螺絲 就簡單的螺絲固定的 很像那種 螺絲固定的 繩繩的聲 塑膠的聲 腳掌 腳掌筋跟完全 原本的設計完全不一樣 更好的貼地性 然後 可動性 腳掌 單邊鎖在這裡 然後 靠這樣接地 我單走 其實很多變形金剛的 這個 收藏者也 因為還蠻蠻怕這種腳 怕它支撐力不夠 不過雖然沒有拆 不過它這個 軸應該都打得 都是蠻粗的 玩隻玩具 這邊已經剛剛聲音 感覺像是修車一樣 腳有什麼機關 合體關節 這位哥你有點 內巴斯吧 腳的形狀 這邊比較拖 整個腳看起來 有點偏 偏 偏內側的感覺 合體的大頭應該還是 藏在這裡面 先不破梗 我也蠻期待的 其實我很怕這種 不能挑的 打開如果爛臉怎麼辦 阿 嗦 嗦 嗦嗦嗦嗦嗦 達哥你的上半身 也有點太 嗨 這麼窄?不會吧? 等一下喔 換個位置 這邊有條縫 試試看 往下 有什麼會卡住 為什麼拍這支對焦可以這麼不清楚 有!有東西卡住 等一下 兩段 變到目前為止它大部分的 變形的方式都跟原本不太一樣 胸口拉開 套回來 大折的不是很好喔 臉在這裡喔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想辦法把這一塊塞進來 這個往後 再一次 照理來說你這一塊這麼高好看嗎? 啊!哪有極限了? 塞不進去捏 也卡不住捏 這位哥你真的沒開孔呢? 那我這兩個要跟誰固定啊? 真的不行了嗎? 這個車就是看毒梭故事啦 這個車就是看毒梭故事啦 那塊白色在裡面是吧 好!我塞 還有什麼妹妹剛剛嗎? 我覺得這一段視頻會很傷眼睛的感覺 好!可以靠一些材料的韌性 這個臉該怎麼說呢? 他可能是歷代銀件裡面最不老的 但是 我覺得他這次頭雕做的都還不錯 可惜你變成人形的時候那隻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變成人形的時候的骨關節 很捨得用彈簧 齒輪 要看一下後面怎麼瘦 這邊一個卡榫 這邊一個那個 直接吧 這應該是可以剖開的 剖這麼開好像也沒什麼 有什麼意義 算了 單一邊收拉就好 這個要下去 卡住 卡住 嘿! 卡住 然後這個 誰不要告訴我是這樣子 絕對不能看齁 因為這個形狀的關係這裡 只能折到這裡 不能往上翻嗎? 不行 機尾勒 機尾看起來是大塊大塊的 跳一下機尾 說真的上一款 合體戰爭的銀劍呢 在 並行完之後 我因為那顆臉的關係 並沒有很長時間把玩它 就直接跳入那種 合體狀態 因為那個臉太老頭了 各有所好嗎 你老頭也老頭的 不要只是臉老而已 你要老的有個性一點 腳沒那麼好喬 這隻 附列蠻多的 讚喔 這樣喔 才剛說你讚的穩而已 這隻連所謂的當轉都沒有 因為 合體收一顆大頭在這裡 上半身都拉伸的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旋轉關節 背包重量比較重 注意 機體有一半整個機首 直接折在後面 不過機衣修完這個造型還不錯 好像兩片那種 我不是在不想把精靈這個 就用在他身上 腳掌 腳掌在動的 裡面也是一個 裡面也是一個倒腳有沒有 他這裡在扣一聲 往上往下 他沒有很 很 讓你很順的 就是看你要調到什麼角度 都可以 好像有個限制這樣 導致他有點不是那麼好站 好 沒關係 滿吃力的 哎呀呀呀 太重了 腳掌不夠了 來看看配件 配件就一把大槍 原本的設計是這個是盾 然後這個是槍 然後槍 很明顯有大家出 我之前在合體戰爭的時候 變得人形 這把槍合體起來也是其實 是給合體狀態拿的 那之前在合體戰爭的時候 很多人在覺得說這把槍太小 這把槍有多大 這把槍 跟他本體一樣高 只不過很好笑的是 這把槍的握點依然在這裡 在這麼後面的地方 該死了 你會有一把槍拿在這麼後面 你拿起來嗎 一粒學你拿起來嗎 如果可以做個伸縮 依照人形跟合體形態去做改編 應該就更好 手手手手的 手的合體戰爭的 哪泥 本來是 我記得他本來是個突典卡這裡 但是現在變成 一個凹洞 那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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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手持了 無法手持了 再研究看看 看這個是要幹什麼用的 好沒有盾牌型態 就直接裝在箱裡 這樣子 該不會叫你拿這樣吧 好 留給那個拿好了 來 這真的除了腳掌比較不穩以外 我依然覺得不錯帥 這隻 夠紮實 然後早上採用沉澱澱的 很有那種 直接L級的味道喔 腳掌那種關節 有必要嗎 想到官方新的那個 泰坦六面獸 多大隻勒 拿他原本來來看看 看 非常高出不只一個頭 找到我的燈 如果說 原本的是1V4D 這個就是EL4V 這什麼鬼 配色造型 說真的 他整個變形方式很大的修改 跟原本官方營鏡來說 有很大的不一樣 也許我太久沒玩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整體來說 包括那個頭型 至少會讓你們覺得說 年輕人都帥很多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重點 但是我覺得 蠻重視這個 然後雙手 很粗 因為這畢竟合體之後的大腿 這兩個就是我剛剛說 可以裝槍增加大腿的厚度 不過這隻應該是可以不用 這個地方的轉軸 塑膠用磨的聲音是不太舒服 不然其他的地方都還 還不錯 好 看我廢話的這麼多篇 嘿嘿 來合體吧 大家講到合體多大隻 來看一下囉